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Beyond QL这个频道 这个视频我延续上周访问了我一个朋友Tenny 说了基本上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 现在就不可以再在加拿大买任何的住宅物业 起码是两年时间 法例现在是这么说 究竟他会广告就不知道 其实除了政府的辣椒打击楼市之外 就有另一个辣椒其实也很影响大家 就是空次税 而这件事其实在温哥华那边已经走了一段时间 但多伦多这一边将会开始 所以今天就特别找了另一个朋友Sharon上来 说说另外一个辣椒就是空次税的问题 首先非常感谢Sharon 因为她为了这个题目就走遍多伦多 又打了很多不同的电话 所以浪费了很多时间为我们预备这个节目 所以首先就麻烦谢Sharon 我都略略介绍Sharon Sharon跟我渊源其实都挺特别的 我们就去同一间的大学那里读书 但是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就没什么机会撞到 直到最近一个研究员聚会 大家才双迎 究竟谁先谁后 我就不在这里透露了 因为透露了大家年龄的秘密就不好 但是Sharon已经来了多伦多很久 住了差不多40年了 在这里也从事了很久的地产 所以她也看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所以今天就麻烦谢Sharon 你好Terence 多谢你Terence 给我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空置税 现在这个空置税 是多伦多市的 多伦多市才有 但是其实Pill和York region 都在想着 现在就是Toronto开始先的 它在这个未来的2月2日的时候 就一定要做一个Declaration 这个的申报 申报些什么呢? 就是说你究竟在之前一年 在2022年的时候 你家屋 无论你是自己住的 你的租屋 就是你的物业 是一个residential unit的时候 就是一个住宅的时候 就有没有半年或者以上的时间 是空置了的 就是由2022年的1月到12月这个时间 就是你有没有多过6个月是空了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没错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可以是加在一起 就是这么多日子之中 去加在一起 不会多过半年 就是6个月 或者是特别是184天 是空置的时候 你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要交多少税? 如果是有空置 多过184天空置的话 你需要交1,0 1% 你的测试价值 测试价值 测试价值 就是在你的税单 有一个政府给你的测试价值 就用那个价值 成了1% 那就是你的税 如果你的政府说 你的房子 在你的房子 那张单里 是说值100万 这样你的税就是1万元了 那怎么交的? 是在地税上交的 还是extra怎么交的? 它是另外有一个notice给你的 就是当你declare 这个2月2日之前 你需要declare 你是不是空置 这间房屋 如果你是空置的时候 它会出一张notice给你 它一张叫vacant home tax notice 就会3、4月的时候发给你 它发了一张单给你之后 你到5月1日之前就交的了 哦 就交回2022年的空置税? 没错了 明白明白 那再问一件事 就是你刚才说的declare 我知道就有两个方法做的 一是你可以填一张表 就是那些paper 好像报税那些填表 又或者是网上做都可以的 是吗? 是的 没错没错 如果网上用那个online portal 就是比较简单些的 因为我之前这个星期 都填了几十张的了 无论是自己 和帮客人 因为我也有很多海外的客人 我也都有帮他们填表 那用online portal来说 你相对来说 你要给的资料是少一点的 如果你填表的时候 用纸填的那张paper form 是需要填多一点点资料 嗯 这个declareation里面 是否需要有什么的proof 譬如我说我租了出去 又或者我给朋友住资料 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 那需要有什么证明 在这里 还是我只是写了下去 那就可以了呢? 那就要看看你那个情况是什么 如果你是自住的时候 或者你说租了出去 你是不需要给个list 你不需要给你 你只不过是报的 你租了出去 还是自住 那你报给他听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填表 你是需要填到租客的电话 但是如果你online portal 就不需要的 就这样说rented 就是tenanted 那就已经可以了 所以是有少少分别的 那然后如果你是空置了的 那也有障礼 那当你选择障礼的时候 是需要有更多的文件 是要上載给他的 哦 如果你是自住 或者租了出去 就这样declare就可以了 就是不需要给 比如我租了出去 就不用给什么liste 或者那些agreement 那些完全不需要 哦 其实挺简单的 不需要 是的 好 那刚才你说的exemptions 我知道这方面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 就是有很多问题 我也收到很多问题 不如你普通讲一下 有什么exemptions 就是我很多人听到 譬如说我装修怎样呢 我整间大屋我装修 那我装修了成年 那行不行呢 又或者譬如说 我两头住家的 或者三头住家的 就是这些这样的 你可以普通跟我们讲一下 有什么exemptions 好吧 好啊 那exemptions 有一些东西来说 就很简单 譬如说 那个owner 譬如过了身 过了身的时候 他不能够在那里住 那这个是一个exemptions 那另外 好像你说的就是装修 那如果是装修或者建屋 都会多过半年的了 那你只不过是 在exemptions那里 就填你 是装修或者建屋 然后又要把 building permit upload给他了 这个是要upload给他的 那比如我找私人装修 我装修里面 没有permit的 那怎么办 是啊 通常如果你没有permit的 那些不会多过半年的 你简单装修 如果你major renovation的时候 就算你装修 basement supposed都要有permit 那变了如果你没有permit 他可能会问你拿其他证明 如果你真的不需要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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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呢 他会再问你拿其他证明 到时 OK 那其他呢 还有没有其他exemptions 是 那另外呢 譬如说 那屋主呢 是进了医院啊 或者老人院啊 这些这样的情况 也都有可能是 自己家屋会空置半年了 但是如果他是进了老人院 或者医院这些呢 他只可以呢 给你claim两年 多过两年都不行的了 都需要给空置税的了 那另外呢 就买屋了 买屋 如果你在20 现在我们2023年了 那如果你在2022年 有买买屋的时候呢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情况 就是需要买家去declare 那买家是不用declare 新屋主declare 是的 那他就会把那个表呢 你那个要declare的表呢 是send给买家的 新屋主的 OK 那而就算他年头买也好 年尾买也好 都是传给一个新屋主的 Sharon啊 不如呢 用一个例子来讲解 可能清楚一点 就是let's say 譬如我去年 买了一间屋 那是可能年尾10月 才交交交易的 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情形之下 是应该怎么样呢 就是说 只是我需要报 就旧个屋主就不需要报的了 是不是这样呢 是 没错 这样呢 就经常都是买家 买家报的 那你买家你报的时候呢 你就是一个exception 是一个exception 因为你去年买家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了 在这个表里填 那个exception呢 就是transfer of property 那个exception 你不知道去年的时候 那个卖家有没有空置的 所以你填这个exception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你当你买楼的时候 如果你是想着年底 closing呢 你最好呢 在你的purchase agreement那里呢 要那个卖家去warrant 它是没有vacant到多过半年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如果它是真的vacant了半年的时候 它是需要付稅呢 而不付呢 那买家就要付了 但是其实 都不知道的 因为那个卖家 它没有个obligation去报任何东西的嘛 所以其实你又不会报的时候 其实没有人知道 究竟它头那10个月是空置 还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呢 那它可能也都会抽清 这些exception 来到去order 但是其实它再查就查不到 因为它再问那个新买家的新屋主 它只可以说它不知道而已 我想可能 其实这个都是新的例 那我们都是在这儿估计一下 那不知道政府 它怎么样去handle这件事 就是最好的时候 我们自己做买家的时候 就要小心 就是说 如果旧那个卖家 它是有稅不交的时候 跟property tax一样 它都是需要买家去交税的 嗯 嗯 好明白 那除此之外 就有些朋友 就叫我去问你一些 比较刁专一些的情况 如何处理 好啊 好啊 第一件事就是说 可不可以给朋友住 不收钱 就是没有利益 就是没有利益 什么都没有的 那当不当是 处理 是 你可以给朋友住 是当处理 但是你要确定 你的朋友 也是要有证明 因为你没有租约 没有租约 那有些什么证明呢 只要是驾驶员 或者是银行信件 或者是报税 报税的文件 证明他在这里住 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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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个情况 就是说 我现在有一间房子 是空了的 OK 没有人住 不过呢 我现在就交了给一个经纪 放租 找新租客 那找了很久 找成半年 九个月都找不合心水的 那 当不当我缺席呢 我需不需要交税呢 那如果你真是空置了半年 是正在放租呢 你就要交税了 你都要交税 因为你是真是空置了半年 就算你是在MLS 那里找租客 你都是空置了 是需要交税 哇 那这个很重要 就是不可以出乎缺席 有些人就想 我不如 浪高一点的价格 感觉特意租不到出去 那就不用交 就是这个办法走不通了 就是这么说 走不通 走不通 是 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说 就是我呢 就在单趟工作 那我就觉得 我不想每天 链四零四 那么辛苦 那么远 或者搭GOTRAIN 那我就在单趟 买了一个小小的床 那我就一至四 就住在单趟工作上 五六天 就回到自己的大屋 那这样行不行呢 那它呢 就有一个例子 是可以 就是给 这个叫做 occupancy for full-time employment 这个例子 但是你那间大屋呢 是一定要外面的GTA 而你的床 也都需要证明 住多个半年的时间 那就可以是一个例子了 你就能够准备了 哦 那就是GTA 只是不是City of Toronto 就是GTA 是包括 Richmond Hill 包括Markham 包括New Market 包括New Market 这些的 是啊 是啊 所以你一定要外面 你的大屋 一定要外面 GTA 那之后呢 你才可以 能够准备到 这些例子 否则你也不够准备 那就是 其实 除非你的大屋 是山卡拉 那么远的 起码 过几两个小时 车才可以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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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挺 很限制的 好 那再问多一件事 那如果 可能一个相同的情况 就是说 我是有两个屋子的 一个是我用来睡的 或者我用来住的 另一个我用来 用来一些的剪品啊 或者用来做一些 譬如画画 那就是做个画室啊 那可不可以有这样呢 就是 没有理由你不准备 我有两个屋子 有两个不同的用途 那又行不行呢 那呢 如果你真的做画室那些呢 我相信你要去租一个 去租一个 商业的空间 我们做画室 会好些了 因为如果你是 residential unit 的话呢 他都是不准备你空置半年 不准备你空置半年 residential unit 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个 unit 是可以有 kitchen 有 bathroom 那你是可以住人的 就是residential unit 那你所以呢 你不可以 丢空多个半年的 都是一定要住多个半年 如果不是呢 都会 subject to tax 那我问多一个 再丢转一点的 那如果我两个 property 我每个都做住半年 那又可以不可以呢 那如果你计算得适合呢 那就可以了 就是in theory 都可以 每一个 exactly 是住半年呢 那你就可以ok的了 哦 ok 好 那最后 最后 那有两夫妇 那他就每人 老公和太太都有一个 property 的 那可不可以每人 有一个 property 都叫做 principal residence 那这样又 可不可能做得到呢 就是在这个法律上 它可不可感一样呢 我都知道有些夫妇呢 是真的一人一个 property 那她的第一 就是她们所有的信啊 證件啊 或者是报税单啊 她都真的去分她自己的 property 一定要 那她 那她 那人是不是真的在这里住呢 那她呢 政府都很难查的 她最多是查你的文件而已 那如果你是真的 所有东西都分开 而政府问你的时候 是说 是啊 我们真的 separatly去住的 那她都无理服的 是可以的 嗯 好 那真的 麻烦了Sharon 很多奇难习症啊 你都回答了 那我麻烦了Sharon 不要这么说 不要客气 再一次多谢Sharon 用了很多时间 为了这个节目呢 找了很多资料回来 那下次呢 有些什么的 其他话题呢 我都希望Sharon 再帮忙上来 和大家聊好吗 好啊 如果我帮到忙的一定 多谢你 好 谢谢Sharon 那下次再见 拜拜 OK 拜拜